正副版的5都算不標準 反制就標準 所以這邊會有兩種可能性 那怎麼辦 邏輯插入一幅邏輯 那一幅邏輯的話 一樣是 在這個邏輯 一幅裡面找到 邏輯的話會有兩種 所以這邊一樣 看你用偶爾直接打上去 我用直接打偶 偶爾什麼 刮鬍 如果你打偶爾的話就是 第一個是這個 它如果是大於5% 你就打一個5%的話 或者第二種 逗點一下 這個 它怎麼樣 小於 負5% 然後後刮鬍 那如果你第三種再逗點 在第三種第四種一直往後啦 不過兩種而已後刮鬍 這個方法其實用跟剛剛end其實差不多啦 只是說呢 只要其中一個 為 為真的話 那底下就是 不標 就是 這個是過胖 這是過 勤 那 其中有一個 出現為 觸的話那就是 不標準 就是它的那個體重 不是標準 所以這邊的話 那我們就輸入 不 不標準 反肢的話呢 那就是標準 OK 那這邊 輸入不標準 反肢的話呢 那就是標準 OK 好 不標準 其中一個 按確定 試一下 然後往下填滿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需要 那再來就是 VBA 我想前面也做蠻多的 當然 For i 等於 4到 13 然後中間的話就邏輯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因為之前的同學就打一個版主 在VBA裡面就不行了 這個是 這個是在VBA裡面的限制 然後另外偶爾 然後這一欄 小於負 0.05 OK 然後 程式怎麼寫呢 其實基本上也是一樣 這邊我想跟剛剛的類似啦 所以我就直接 在模組裡面 然後往下 那我們的東西的話 直接在這邊找一下 這裡往下 在這邊 這個是剛剛的 在這裡 這兩個乾脆 一起 一起把它 複製一下 增減體重 比如說我插入一個程序 SAP 增減體重百分比 然後 這邊 直接把它切上好了 因為我想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再重做了 大概就是這個 4列 到13列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做一個 4列到第13列 然後 這個是追 那這邊有個 歐嘛 這樣子敘述 OK 然後標準不標準 輸出到L藍 看一下是不是